我先說一下這個東西它可以用在觀眾的手機上面 那借一下你的手 放在這邊 你們可以看到這個 它是一個正常的一個控制中心對不對 接下來我要搞壞它 怎麼做呢 一二三 走 它可以正常運作 它一切都還是可以正常運作 你看相片啊 什麼等等之類的 都還是可以的 就算拿起來 像這樣拿起來 我們大家一起拍照片 來一二三 耶 看起來很奇怪 但它還是會永遠維持這個樣子 就算我把螢幕關掉了 重新打開 你會發現它會永遠維持這個樣子 你可以讓它用在你的朋友的手機上面 然後他問你這個東西怎麼辦的時候 你就跟他講說500塊就可以搞定 哈哈哈哈 我可以控制到它回去 仔細看 一二三 所以觀眾的手機也是可以的 可以的 隨便借它只要上iPhone就行 對對iPhone iPhone 麻煩不要iPhone6 哈哈哈哈 ok 我的iPhone6不行 iPhone6 等你換15吧 哈哈 哈哈 哈哈